结婚纪念日那天 老婆为她的白月光 办了一场无人机灯光秀 灯光下他们紧紧相拥 这一幕被人拍到发到网上 瞬间火爆全网众人纷纷直呼 这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 我拍下我们的结婚证放到评论区 如果不是头顶冒绿光的情况下 我也觉得很浪漫 我刚把结婚证放到评论区 网上的舆论再次爆了 我去兄弟这都不离婚 等着自己头上种青青草原啊 原以为是狼才女貌的一对 没想到是渣男贱女婚内出轨 撕毁真恶心 乔越明显没注意到网上的风波 还打电话通知我 今晚公司加班不回去了 尽管电话那头因为无人机灯光秀 表演传来观众惊呼赞叹的声音 可她就是这么理直气壮 总以为只要自己通知一声 我就必须接受她的一切 客厅内摆放着乔越最喜欢的香槟 玫瑰和她早就看好的卡蒂亚手表 我还亲自下厨煮了一桌子琳琅满目的菜 为了等她回来都热了三次了 我问她你还记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 乔越不假思索地嘟囔着 不就是个结婚纪念日吗 都老夫老妻了还过什么 真可笑啊前几天我还在外地出差 原本并不能赶回来陪她过纪念日 结果乔越闹着跟我离婚 说我不重视她 逼着我加班几天几夜 订了凌晨的航班回来 可现在所有的努力和辛苦 因为她一句轻飘飘的话全都否决了 我忍着气嗨了一声 那祝你跟白月光今晚玩得开心 一句话瞬间把乔越给激怒了 她不耐烦地语气 一股脑儿地向我倾斜过来 宋伟你有病 我都说了自己在加班 你自己心脏别一神一鬼地恶心我 我是嫁给你了 不是卖给你了 连这点自由都没有 我饿了一声 将网上火爆的视频链接发给她 灯光秀好看嘛 正在公司加班的你 怎么在跟老情人深情相拥啊 恭喜你啊 终于跟傅恒组团出道了 以后你俩就是人尽皆知的大网红了 乔越那边一阵沉默 似乎还在翻看我给她发送的内容 片刻后她声音气地发抖 快把评论区的结婚证删了 你自己想丢人别拉着我一起 人家傅恒好不容易从国外回来 我作为朋友不能给她接封吗 傅恒手上有个国外的大项目 想带着我一起赚钱 看到没有这就是你们之间的差距 人家傅恒都放眼海外发财了 就你这种没用的男人 还守着国内的一亩三分田 整天一神一鬼被戴绿帽子 你这辈子都别想赶上人家 为了陪她过结婚纪念日 好几天没睡觉的我 已经懒得跟她争论了 我问了医生说 你说的对我比不上她 我们离婚吧 我疲惫地挂断电话 将客厅的菜和鲜花 都丢进了垃圾桶里 几天几夜没合眼的我 还撑着精神给乔越收拾了行李 悬兜打包放在了客厅内 做完这些以后 我倒头就睡 直到第二天早上才醒来 乔越一晚上都没回来 只灵心地给我发了几条微信消息 这次算我不对 等过几天我闲下来了 再补办一次纪念日 有几张他俩像是热恋中的情侣似的 捧着奶茶咖啡 靠在肩膀上笑得格外甜蜜 乔越深情款款的傅文说 人生就像十字路口 有些人一错过就是一辈子 有些人以为分道扬镳 下个路口可能还会重逢 沧海桑田人心一变 至少我们还是我们 朋友圈的底下 小姨子乔星立刻点赞评论 姐傅恒哥回来了 怎么不跟我说啊 我也想跟傅恒哥一起吃顿饭 半个小时候 岳母也发来问候傅恒回来了 你这丫头嘴真言 前几天你爸还念叨着 想跟傅恒下棋呢 你把他带回家来吃饭 就说妈妈亲自下厨 煮他最爱的海鲜大餐 我跟乔越结婚这么多年 他家人从未这样对我亲近过 我以前是个公务员 领着月薪五千的死工资 日子虽然枯燥但安稳 乔家嫌弃我不能赚大钱 逼着我从体制内辞职 换来每天没日没夜的加班 为了方便照顾乔家父母 我跟乔越留在了他家所在的城市 乔妈身体不好 我一三五陪他去医院看病 乔爸喜欢下棋 我从网上花高价 给他定制红木螺垫的象棋 还有乔越的妹妹乔欣 之前成绩不好 连个大砖都上不了 是我四处求爹爹 告奶奶的找人给他补课 才让他终于本课毕业 找了份体面的工作 可他们全家依旧看不上我 每次我陪乔越回娘家 几个人都懒得跟我搭话的 几分钟后 我接到乔越的短信 爸妈喊我跟傅恒 回家吃饭一起嘛 别被傅恒比下去 给我丢人了 我什么都没带 只带了份离婚协议书 赶去乔家 当我赶到的时候 乔家人正坐在客厅中 跟傅恒有说有笑地说着话 乔越皱眉不悦地看向我质问 怎么来这么晚 我让你带的东西呢 乔妈也阴阳怪气地讽刺我 做人这么不识相 也难怪不讨人喜欢了 一旁的傅恒 对着我一位深长的勾起唇角 他满脸笑容地拿出各种礼物说 伯父伯母 咱们都好久不见了 这是我从国外带回来的 一点点小心意 希望你们别嫌弃 乔妈长期上火 体虚根本吃不了人参 露容这些东西 乔爸有高血压 高血脂肝脏功能 也有点问题 喝不了腹衡给他带来的养酒 若是放在以前 我肯定会出面阻止 但现在不会了 毕竟对面是他们 心心念念的金龟絮 我为他们的身体着想 完全是吃力不讨好 乔妈果然笑眯眯地 将礼物收下了 还板着脸看向我吩咐说 还愣在那里干嘛 没看到我们在说话吗 厨房里炖着汤呢 你去看看 我站在原地 没动让现场的气氛 一度陷入尴尬 还是乔悦 首先皱眉不满地责怪我 你干什么 没看到大家开开心心的吗 一来就摆出这扶死样子 给谁看 你要是不想留下来吃饭 那就滚回去啊 别来扫大家的信 乔妈也一脸不耐烦地帮腔说 就是 本来这顿饭是请傅恒吃的 可没有叫你 能让你沾上光就不错了 不然你以为我懒得见你 伺候你们一家子 乔爸乔妈瞬间 愣住了乔悦腾的一下 站了起来 宋伟你什么意思把话说清楚 这时坐在旁边的小姨子 乔欣则紧眉弄眼地笑着说 我猜姐夫还在为 昨天晚上的事情生气呢 不是我说人家网上的人 误会了关我姐什么事 做男人的这么小度鸡肠 你也知道你配不上我姐吗 不过妈也不怪外人误会 连我看了都觉得 姐姐跟傅恒哥天生一对呢 这时躲在旁边 看好戏的傅恒 也到了表现的时候 他站到乔悦的身边 似乎安抚似的 搂着他的胳膊转向我说 宋先生乔悦是你的妻子 你可以误会我 责怪我 但不能诋毁乔悦 一个真正的男人 会懂得如何体贴 和爱护自己的妻子 该反思的人是你 而不是乔悦 他一向是会做好人的 当年乔妈心脏有问题 急需去国外 做心脏搭桥手术 是我亲近家财 给他付了医药费而复衡呢 只是在国外帮忙 找了几家医院而已 乔悦陪他妈妈 可结果在国外的那段日子里 他跟傅恒没来眼去 斗断撕连的 事后乔家对傅恒感恩戴德 觉得傅恒温柔体贴 帮了他们家的大忙 而我这个亲近家财的女婿 却成了懦弱无能 只能留守在国内的窝囊费 乔妈气呼呼地翻着白眼 对着我冷哼一声 也不看看自己的德行 人家傅恒就是好 要不是我们家 当年突然发生意外 让傅恒跟月月 只能有缘无分 哪伦得到你 乔悦跟傅恒 是在国外留学的时候认识的 但后来 乔家突然发生变故破产 别说跟傅恒门当户对 连他在国外的学业 都公布了吗 不得已 乔悦只能跟傅恒分手 回到国内 找了份工作混日子 我跟他结婚的时候 他家还没缓过气来 还让我给他们 还了不少的欠款 因此乔家人这些年 才总是一难平的 觉得傅恒跟乔悦 才是两情相悦的一对 而我这个替他们还债 为他们背上 生活负担的真女婿 却成了趁虚而入 仗着他们乔家落难 娶到他们宝贝女儿的恶人 我点点头 你说得对 乔悦跟傅恒才是苦命鸳鸯 现在我愿意成全他们 我将离婚协议书 放在桌子上 对着乔悦说签了字 去找你前任复合吧 这下现场 所有人的脸色 都紧张地崩了起来 乔妈首先唧唧歪歪地发作 愤怒地将一杯水 摔在我的脚下 宋伟你别气人太甚 你以为我们家的闺女 是什么东西 你想娶就娶 想离婚就离婚 问过我们的意思吗 乔欣也不屑地吃了一声 没用的男人 就会用离婚吓唬人 连傅恒也定了定身 他依旧摆着绿茶 老好人的架势劝我说 宋先生 我知道你一直看不惯我 如果你不想让我 跟乔悦来往的话 那我现在就走 以后不会打扰你们了 他还真站起身 一步步地数着步子往外走 果不其然 在踏出门槛的瞬间 乔悦冷着脸发话了 傅恒你今天 是我们家的客人要走 也是别人走 他将目光放在我的身上 仿佛吃定了我试的冷笑 说你要离婚是吧 可千万别后悔 他火速拿出笔 在离婚协议书上 签下自己的大名 并拍到我的面前 我拿了离婚协议书就走 身后传来小姨子 乔欣后怕担忧的声音 姐你就这么痛快签了字 不怕姐夫真跟你离了婚 乔悦却望着我的背影 理直气壮地说 放心吧 我还能不了解他吗 离婚协议书 欠过多少次 每次都被他撕了 让他闹几天自己就好了 以前我的确一次又一次地纵容着他 可他不知道 人攒够了失望 是真的会离开 回到家 我就把行李寄给了乔悦 乔悦仿佛没看到事的 还在理直气壮地 给我不知任务 明天我妈要去医院做复查 你陪他去 顺便去看看 我正在住院的小姨妈 对了乔欣的工作部门通知 要参加职业培训 事后还要考试 你给他看看吧 虽然我一句都没回复 但并不影响 他把我当牛马式的使唤 还有我爸昨天喝了 富衡带来的养酒 血压突然升高了 你从网上买个测血压的机子 家里常备方便点 看完这些 我悠悠地反问说 你没收到我给你寄的行李 乔悦笑了 收到了那又怎么样 你还真想跟我离婚啊 不等我回答他又说 先把我刚才说的那些办好 我这几天心里烦 正好回娘家住几天 因为你上次的表现 我爸妈正在气头上 你别给我找事 呵呵 现在的他指望我怎么说呢 公主殿下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我一定痛定思痛 反思几过 我一定会当牛做马 给你们家俯首称臣 就算累死气死 也不会抱怨一句嘛 我没理会他的发疯 也从婚房中收拾行李搬出来 我跟乔悦结婚的时候 他闹死闹活 非要在这里买房子 因为离他娘家近 离他工作的地方近 但距离我公司的地点 却有一个小时的通勤 为了方便他这些年来 我七早贪黑 冒着风雨去上班 现在我也懒得惯着他了 我在公司附近租了个房子 一整天都在忙着 打扫和搬行李 正累的大汉淋漓 躺在客厅里休息的时候 我接到乔妈的电话 你怎么回事 不知道我今天 要去医院复查吗 待会还要去看乔悦小姨 你想磨蹭到什么时候 我悠悠地问 你自己去呗 我没时间 乔妈怒了 你不来谁开车接我 总不能让我跑上跑下 去医院排队 我冷笑一声 说让傅恒带你去呗 您是太皇太后 我不伺候了 我直接把乔妈的联系方式拉黑 刚把手机放下 又收到小姨子乔欣的电话 姐夫我姐跟你说了吧 我下星期就要职考了 你把要复习的重点花给我 我喝了一声说 没时间找你另一个姐夫去吧 我把乔欣的联系方式也拉黑了 多巧合他家的太上皇 也给我打了电话 女婿啊 我听乔悦说 你要给我买个血压仪 我看隔壁老张家用的牌子 就很好我拍照发给你 我故作疑惑地问女婿 你叫谁女婿 我跟乔悦都离婚了 这称呼落不到我头上吧 乔悦的电话很快打了过来 出乎我意料的是 竟然不是气急败坏的心事问罪 她的语气听起来 有种掩饰着愤怒的平静 你现在在哪儿 我回复跟你有关系吗 她发了张自己在家的照片说 我爸妈和妹妹都在 你回来一趟我们谈谈 我想了想 家里还有点东西没拿干净 确实应该回去一趟 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 乔爸和乔妈仿佛太上皇和 太皇太后似的坐在沙发上 小姨子乔心红肿着一双眼睛 仿佛仇人似的望着我 乔悦也一脸高傲的 等着我道歉的架势 我没理他们 禁止走向卧室拿我的东西 正要转身走时 乔悦才终于忍不住发话了 你以为这招对我管用 别闹得太难看 不然最后收不了场的是你 我扭头看向他疑惑的问什么 乔悦却率先甩出来一别合同说 我想把咱们的婚房卖了 你签字吧 我跟乔悦的婚房 是我婚前咬咬牙自己买的 跟他没有一点关系 这还要感谢我的好岳母和小姨子 当时我想着 我先付个首付 等以后我跟乔悦一起还贷款 压力可以小一点 但乔妈和乔悦非一口咬定 才刚结婚就欠贷 你让月月嫁过去给你还债的吗 无奈之下 我只能退让一步 想先付个首付 以后贷款我来还 就这他们都不愿意 乔悦还理直气壮的说 诡计多顿的穷男人 就会用这招骗人 明面上是对我结好 可你们结婚以后 你还桌房贷 是必要克扣我姐的日常开支 到时候 房子是你买的 日常开支是我姐付的 你还白白收获了好名声 于是最后 我只能砸过卖铁 将家里的老房子卖了 买下这套婚房 乔悦直接拎包入住 连装修都是我爸妈帮忙的 我冷笑着反问他 乔悦 这房子跟你有关系吗 你凭什么舔着脸来卖我房子啊 乔悦回复说 我知道房子是你买的 不然还轮得到你签字 对上我的视线 他理直气壮的说 富豪那边有个项目 急需五百万的投资 我想先把房子卖了 等以后赚了钱 换个大点的 以后方便把我父母和妹妹 接过来一起住 只要你现在签字 你这几天闹得荒唐时 我们就不跟你计较了多可笑啊 因为习惯了别人的追捧 现在的他 已经不会跟我平时了 他连求人办事 都这么理直气壮和居高临下的 我看了也卖房子的合同 疑惑的问他 你没看到我给你留下的离婚协议书 乔悦愣了一下 而我 看向压着离婚协议书的地方 上面的杯子没有动 乔悦果然没看到 我在离婚协议书上的签字 我把协议书拿出来 拍到他面前 示意他看向底下的签名说 咱俩都离婚了 财产是该好好分 但房子是我买的 跟你没关系 你充其量 也就只能分个房子仔细的钱 但是 我顿了顿 又说 这几年放假跌得厉害 在这点上 你分不到一毛钱 乔悦似乎没想到 我会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 因此沉默了很久 随后 他抬起眼眸 反问我 然后呢 他唇角扯出轻蔑的笑 说 现在长本事了 都敢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了 你以为这样做 我就相信你愿意离婚 到头来后悔求我 挽回我的 不还是你 这时 小姨子乔欣也打着喝歉 哼了一声说 就是 姐夫 你没有那个骨气 就别当小丑惹人发笑了 整天闹着一出 你不累 我们陪着演戏都累了 何必呢 乔爸乔妈也仿佛得了暗示似的 立刻上了状态 站起身嚷嚷着 你要离婚是吧 好啊 把月月的行李收拾好 我们回家 说完 他们还恨恨地看了我一眼 仿佛就等着我后悔挽回似的 我女儿漂亮又优秀 想娶她的男人能从街头排到街尾 还用在你这受气 想离婚就赶紧的 别耽误时间 我呜了一声 直接了当地回应说 离婚协议书 我们已经签好了 如果你们还不放心的话 那咱们走法院 乔悦的行李 我不是已经给她寄回家了吗 你们长眼睛的话 就能看出来 这个家里可没有一样属于她的东西了 你们还想收拾带走什么 该不会真想来分我的房子吧 我失笑一声 悠悠地说 可惜啊 房子我会卖的 但你们得不到一分哦 见威胁不成效果 乔家人彻底消停了 他们面面相去 露出紧张畏惧的表情 最终都看向了乔悦 乔悦死死的目光盯住我 然后看向了离婚协议书上的签字 咬牙切齿地说 我不同意 你想离婚就离婚吗 我喽了一声 悠悠地说 自是你签的 你想后悔 可惜啊 来不及了 我直接拿出手机 洋装报警的姿势 这儿是我家 你们走不走 不走 我让人请你们 乔悦最终带着她那一家子 气冲冲地走了 临走的时候 我还听到楼道内 传来乔心后怕的声音 姐 你还真要跟姐夫离婚啊 闭嘴 傅恒刚回国就来找你姐 一看就是还对你姐 于情未了 跟这种没用的男人 离了婚也好 反正咱们家也从没看得上她 乔家人满心打算着 要把乔悦嫁给傅恒 可惜如意算盘打错了 乔悦跟傅恒在网上的视频 闹得沸沸扬扬 再加上我直接晒出结婚证 导致很多网友 锁定了他们俩现实中的信息 喊打喊杀的 要围剿渣女男小三 最后 逼得乔悦不得不站出来澄清 大家误会了 我跟视频中的宋先生 是很好的朋友关系 我跟我丈夫感情稳定 现在已经解释清楚了 请大家不要扩大谣言 伤害无辜的人 傅恒也装模作样的撇清说 我跟乔小姐只是普通朋友 那个拥抱 只是普通朋友之间的安慰和鼓励 让宋先生误会了 我很抱歉 但我可以保证 我跟乔小姐绝无那种关系之后 万能的网友还扒出 傅恒在国外原来是有女朋友的 这下 乔家彻底消停了 才如梦方形的想回来联系我 乔悦后知后觉的发了张鲜花的照片 上面附上结婚纪念日快乐的字样 爱特了我 乔爸乔妈准备了一大桌子的菜 舔着脸来联系我 宋伟 上次来家里没吃好 这次我们准备了你最爱吃的 之前你跟月月的结婚纪念日 不是没来得及过吗 那就来家里过吧 我们都准备好了 你直接来个人就行 就连整天阴阳怪气 挑补我跟乔悦关系的小姨子乔星也反水了 姐夫 之前我考大学和找工作的事 你多费心了 听姐姐说 你喜欢玩游戏啊 我给你买了最新款的游戏机当作谢礼 我姐也喜欢 等你们以后可以一起玩啊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时来的深情比狗贱 以前我是喜欢玩游戏 但原因是乔悦喜欢 他不怎么搭理我 哪怕确认了关系 都到订婚的程度了 他也懒得跟我交流 为了跟他有更多的共同话题 我才去陪他玩游戏的 结婚这么多年 乔悦从没给我做过一顿饭 结婚纪念日的时候 也从不发照片跟我庆祝 大约不想让人知道他结婚了 但新郎不是复衡 他都很少在社交账号上联系我 这会儿却大张旗鼓的官宣 跟我庆祝那早已过期的结婚纪念日了 网上的人是不罢休 纷纷地跑到我的评论区底下劝说 不是 哥们 你真跟他和好了 这么拙劣的谎言 你也相信 就等着做飞扬扬种青青草原吧 而我 直接晒出我跟乔悦的离婚协议书 并且大张旗鼓的艾特他 已经离婚了 谢谢大家关心 另外 乔女士 我没有跟前妻过纪念日的习惯 因为这个 乔悦成了网上的笑柄 连同她跟她的前任白月光复衡一起 直接被网上定死在渣男贱女的耻辱柱上 乔妈跟乔爸也很少喊我回家吃饭 他们嘴上说着是我最爱吃的菜 可饭桌上却都是我过敏的海鲜 想来嘴上喊着我是好女婿 心里惦记着的还是那个复衡呢 对此 我统一回复说 饭就不吃了 游戏机也不要了 反正都离婚了 以后大家好聚好散 别再联系了 我以为乔悦是个有骨气的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肯定不会再联系我了 但我没想到 那天下了班 我就看到他眼巴巴的等在我出租屋的楼下 我装作没看到他 直接走人 却被乔悦从身后喊住了 宋伟 我们能谈谈吗 我头都没回 直接句句回答说 没什么好谈的吧 我正要离开 乔悦却从后面可怜巴巴的拉住了我 他声音中带着哽咽说 傅恒骗了我 他那的投资的项目爆了雷 让我损失了很多 我反问 然后呢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的眼泪落了下来 连抓着我的胳膊也逐渐用力 我的钱不够 是抵押了我父母的房子才换来的投资 现在项目爆雷 我的钱也拿不回来了 我妈犯了心脏病 现在还在医院住着 我爸已经受不住打击中风了 他含着热泪 几乎颤抖着声音问了我一句 你就不能帮帮我吗 同样的场景 何其熟悉 当年乔家破产 外战连连的时候 乔越也不是没去找过傅恒 他可怜兮兮地站在傅家门口 满心幻想地以为 凭他跟傅恒的关系 傅家肯定会出手相助 可结果 他没等来傅恒 傅恒直接做了缩头乌龟 出来应付乔越的人是傅恒的妈 对方三言两语将乔越打发走 也断了跟傅恒的关系 之后 我跟乔越相识 他在没人的牵线下 跟我结婚 也求我帮他们家还债 当时 他拉着我的手 哽咽中带着脆弱 宋伟 那是我父母 不是别人 如果他们过不好 我也永远幸福不了 你娶了我 我的父母就是你的父母了 你不能不管他们这些年来 我当牛做马都为他们家填坑还债 一步步拉着他们家走出泥坑 可他们呢 一转眼 所有的恩情道义全忘光了 傅恒说 当年拒绝他羞辱他的人 是傅恒的妈妈 肯定不是傅恒的意思 乔家的人哀叹 如果不是当年的变故 乔越肯定早就跟傅恒终成眷属 他会重蹈覆辙 让他们家吸血嫌弃一辈子吗 我用力拽开了乔越的手 说 咱们已经离婚了 对视着乔越震惊猛逼的眼睛 我说 我已经开始全新的生活 你家好也好 不好也好 都跟我没关系了 你不能道德绑架一个前夫 再给你们家当牛做马吧 乔越哭了 又扑上来抓住我 不 老公 你听我说 当初我是不想离婚的 我以为你在生气 过几天就好了 我也在跟你赌气 我以为我们还有机会 他极尽卑微 泪水连连的说 你不是生气 我跟傅恒纠缠不清吗 我答应你 从此以后 不再跟他来往了 我现在恨死了他 对他早就没有感情了 我们这么多年的夫妻 我的心又不是肉掌的 对你怎么可能没有感情 最后 他甚至向我跪了下来 从前是我脾气不好 不懂得珍惜你的爱 现在我改了 你给我个弥补的机会 老公 咱们去复婚吧 好不好 我毫不犹豫的甩开他的手 你现在想回头 可惜 晚了 这世上 不是所有的事都有弥补的机会 就算你想爱我 我也不爱你了 跟乔越离婚以后 我确实痛苦过一段时间 但熬过最难爱的那段时间 我才发现 原来离开他的日子 是这样的轻松 我不必处处委屈妥协 只会换来他家人的认可 也不必小心翼翼 生怕哪一点做的不好 就招来他的指责和不满 现在的我 一身轻松 把全部心思放在事业上 反而升职加薪 前路光明 乔越却过得不怎么样啊 她本就是个养尊处优的公主 哪怕当年乔家破产后 她也很快跟我相识结婚 将所有的胆子和责任 压在我的身上 自己心安理得的 当着被我捧在手心里的公主殿下 现在 轮到她自己面对一切了 因为前辈复衡骗光了 她拿不出给乔妈做手术的钱 只能东拼西凑 采取保守治疗 但乔妈还是死了 那天 乔越在病房内哭得撕心裂肺的 扇着耳光骂自己没用 乔爸因为中风 从此只能坐在轮椅上 他给乔妈举办葬礼的时候 已经身心俱疲 哪来的精力去照顾爸爸 乔爸不慎从楼梯上摔了下来 虽然就回一条命 但大脑受损 从此变成植物人 乔星本就是个摄尔精 在这种时候 当然是指望不上他的 他反而怪乔越错起男人 隐狼入室 将全部身家压在复衡身上 结果害死父母 他压根不想照顾乔爸 直接辞职走人 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下 只能得到乔越 接下所有的苦骨和担子 面对着家破人亡的结局 他一边守着乔爸 一边满心期盼的 想找到傅恒 将自己的钱追回来 但坏消息是 他不是唯一被骗的人 而傅恒在项目爆雷以后 就逃到了国外 那些跟乔越一起受骗的人 有不少还是通过乔越 介绍过去跟傅恒合作的 傅恒跑了 那些人拿不到钱 自然就喊打喊杀地 找乔越负责 他家门口每天都堵着 不少追债的人 乔越走投无路 在网上对着傅恒喊话 傅恒 如果你真是个男人 那就回国面对你的责任和错误 我们这么多人 因为你家破人亡 难道你就不会良心不安吗 可惜啊 恶人永远都是恶人 他如果真会良心不安 又怎么会骗得他家破人亡呢 他以为自己 私生力竭地呼唤着附衡 能得到对方的 一点点同情的回应 可惜 除了给自己 招来更多的嘲讽之外 他一点希望都没有 乔越死了 临死之前 他还带走了他的爸爸 当时债主堵门 让他还钱 喊了半天也没人回应 就破门而入找人 结果看到乔越 则被他事先为了安眠药 媒体纷纷报道 他这个不孝女 还有人挤进辗转 找到了乔欣 面对媒体的镜头 乔欣各种羞耻遮掩 还不耐烦地嚷嚷着 跟我有什么关系 是我姐识人不明 被人骗了 是他把我们家的财产都赌光了 是他害死了妈妈 现在又亲手杀了爸爸 怎么能怪得了我 他情急之下 将记者的镜头推开 放狠话 别再来找我了 我没有那样的姐姐和家人 乔越死后 警察那边通知我接受他的遗物 出乎意料的是 他的遗物中 没有一样是属于富衡的东西 想来应该是项目爆雷以后 乔越对这位前任白月光碎了滤镜 把他的东西都丢了 在他珍藏的小盒子里 我看到了专门属于我的东西 我送给他的礼物 我们俩旅行时拍下的照片 听说乔越死前 手中还握着结婚戒指 也许 那天乔越来找我 说的都是真的 他不是真心想跟我离婚 只是被宠坏了 想压着我先道歉 逼着我先低头而已 他确确实实喜欢上了我 但又对前任白月光念念不忘地放不开 我将那些东西全都烧了 从此在我的人生中 狠狠地划掉了乔越的名字 经历过他的事情 让我明白 作为一个人的自尊与自爱 从此以后 我不会再为了谁放弃尊严和自我 想要被爱 必先自爱 倘若一个人连自己都看不到 又怎么指望别人 我跟乔越的孽缘就此结束 我从不后悔离婚的决定 这让我脱离了那个痛苦的深渊 为自己争取到无数个美好的日夜 至于乔越 已经成为过去的人 就让他留在过去中吧 第一篇晚 第二篇妻子出轨兄弟后假死 我帮他入土为安 上一世 因为我忘关煤气 害得妻子煤气中毒死亡 出于内疚 我当牛坐马还卖肾 帮妻子还了做生意欠下的几千万 直到我八年后当流浪汉捡垃圾吃 我才发现早已死亡的妻子 竟和我的兄弟出入豪华别墅 为了永绝后患 妻子更是直接开着豪车将我撞成肉泥 在睁眼 我回到了街道妻子死亡通知的这天 和阳 王琴的死因是一氧化碳 造成中枢神经系统损伤 继而引发多脏器病变 听到这些熟悉的话语 我猛地睁开眼 面前 是我好兄弟刘琦的姐姐 也是这家医院的主任医生刘婷 在对我讲解着我妻子王琴的死因 看到面前那具盖着白布的尸体 我心惊胆战地掀开自己的衣服 看了一眼 没有割肾后留下的那道恐怖刀疤 皮肤也干干净净的 不再是蒙着几年没洗澡的污垢 我拿出手机确认了一下现在的时间 一下子洗出望外 我居然重生了 上一世 我接到消防通知 说我家煤气泄露时 差点心脏骤停 当我匆忙赶来医院时 却接到了妻子王琴的死亡通知 听到刘婷说王琴会死 是因为我出门时忘关煤气 害得王琴在睡觉时煤气中毒 我肠子都毁清了 悲痛之下 我更是想不开的 想跑去跳楼 好兄弟怕我想不开 就和他姐姐把我关起来 一直安慰我 等我情绪稳定下来 王琴的家人却已经光速将王琴火化 还抱着骨灰盒在我面前撒泼打滚 说我是杀气凶手 我在王琴父母家门口跪了三天三夜 不仅没拿到王琴的骨灰 还拿到了几张天价戒条 我女儿死前把她的公司留给你了 这是她做生意期间欠的钱 你要是不还 我们就跟着王琴一起去死 我本想找好兄弟留起帮忙 可留起姐弟却突然之间人间蒸发 怎么都联系不上 无奈之下 为了赎罪 我毅然决然扛起了这份天价债务 我卖房卖车 掏空全部家道后 白天搬砖 晚上跑外卖 打各种能打的零工 睡桥洞 喝公厕里的自来水 一天只坑两个馒头 最后甚至还去卖了一个肾 花了整整八年 终于把几千万都还清了 就在我落了一身病 成了个骨瘦如柴的流浪汉之后 我却在别墅区外面捡垃圾室的那天 看到了早该死去的妻子王晴 和我的好兄弟留起 潇洒走进豪华别墅 我蹲守在那边 想问个究竟 王晴聚冷漠地踩下油门 开着豪车将我撵成了肉泥 一想到上一世的凄凉下场 我安安握了握拳 既然王晴这么爱装尸体 那我这一世 就把他变成真的尸体 见我走神 刘婷上来掺住我 小和 如果不是你万关煤气 王晴不会死得这么惨 你实在是太不小心了 可以说 你是害死王晴的罪魁祸首 说着说着 刘婷掏出一张死亡证明 递了过来 上一世 我就是听到刘婷这话 在看到死亡证明后 就跟发了风一样 冲出去要跳楼 我也深深认为 是我害死了深爱的妻子 我的好兄弟刘琦及时出现 不仅把我从窗台边拉了回来 还把我带走 关进了小屋子 说是要好好开导我 这一开导 反而让我掉入了他们的陷阱 这次我没按他们的剧奔走 刘婷一说完 我就假装悲痛的抱头大叫 看到刘婷偷偷打开了门 就等着我冲出去 我憋出几滴眼泪 然后突然转头 趴到王晴的身上 王晴 你怎么可以就这么离开我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啊 我看似悲痛 实则泻愤的 用拳头狠狠捶打王晴的肚子 是我对不起你 下辈子我一定做牛做马来弥补你 你怎么这么笨 闻到没气味 不知道出来刮吗 怎么就这么睡死过去 我一圈一圈的 狠狠砸在王晴肚子上 砸得我自己的手都隐隐作痛 那力度 要是王晴没打麻醉 百分百得坐起来吐血 刘婷在旁边看的眼睛都直了 他小心翼翼的拉住我的手 小和 节哀顺变 死者为大 咱还是不要去碰死者的尸体了 这不吉利 我浮夸的大吼大叫 我碰我的妻子 有什么不吉利的 刘婷尬笑了一下 还在想借口 毕竟王晴虽然走了 你还要过好自己的生活 我这也是为你着想 我藏起冷笑 做成钻石项链 永远戴在脖子上 这样就不会不吉利了 说完 我直接拨通火葬场的电话 喂 火葬场吗 我这边需要立马火化一具尸体 你们赶紧派车过来吧 刘婷大叫了一声 看到我不按套路出牌 他一下子急得额头都冒汗了 我偷看到他拿出手机 噼里啪啦打了几行字 然后 转头又劝我 小和 这里应急中 要不你还是先去别的办公室休息一下吧 我记得很清楚 当时我跳楼失败 被刘婷带到一间昏暗的办公室后 我就迷迷糊糊在刘婷的安慰声中睡了过去 现在我想明白了 那里一定是提前放了可以让人昏睡的气体 才让我踏入了未来八年的地狱 我坚决不听刘婷的话 表示要在这里一直陪着王晴 就在刘婷干着急期间 火葬场的员工也火速赶到了 是哪位家属打的电话 我假装悲情的又抽气两声 把刘婷挤开 直接递上死亡证明 我想火化我的妻子 把她的骨灰做成钻石项链 她必须由我们现在有很多款式可以选择 制作精美 保证让先生满意 我点点头 直接指着王晴 就是她 麻烦你们帮我抬上车吧 火葬场员工戴好手套 上来就想搬尸体 刘婷尖叫一声 冲过来扑到王晴身上 小和 你说你这 你急什么 王晴的父母还没见王晴最后一面呢 你虽然是王晴的丈夫 可你也不能剥夺他们看女儿的权利啊 怎么能随意处置王晴的身体呢 呵呵 我就知道刘婷是为了让王晴父母来一唱一课 见我不说话 刘婷还窜逗我 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搞不好还要报警抓你 要不你先别和他们碰面了 以免发生冲突 他们肯定会妥善安置王晴尸体的 我依然没让刘婷如愿 而是坚定的点头 男子和大丈夫 做错了事就得认 等会儿见到王晴父母 我正好可以和他们当面谢罪 看到事情按照我预想的方向发展 我心里无比激动 等人都登场了 假尸体变真尸体的好戏 也可以正式上演了 有刘婷的通风报信 王晴父母还没来 刘琦先打了过来 他一来就拉住我 兄弟 我知道这个噩耗就第一时间赶过来了 你要坚强了 我知道你现在看着嫂子的尸体悲痛欲绝 所以才想赶紧唬话 可是你总得给嫂子办个仪式吧 刘琦硬是把我从庭世间拉出去 对着我各种讲解各种殡葬的必要流程 按理说 嫂子父母得把嫂子接回去 然后在挑级时送往病尼馆 邀请亲朋好友来个告别仪式 怎么能随随便便火化呢 上一世他们可不就是随随便便火化了 来护闷我吗 这次他们倒是自己打自己的脸了 我将其就计 抹着眼泪点头 行 现在不火化也行 但我一定要守在王晴的尸体旁边 陪他待个七天七夜 刘琦眼睛瞪大了 不是兄弟 在尸体旁边待七天七夜 多甚人啊 你的当务之急 应该是回去好好休息 我推开刘琦 态度坚决 还扮演深情 他是我深爱了那么多年的妻子 我怎么会嫌弃他呢 我一定要陪他走完最后一程 刘琦急得不停抹汗 看我根本劝不动 他居然跑去找刘婷质问 这 这嫂子好端端怎么就死了呢 你们却不确定啊 就在刘婷和他大眼瞪小眼的时候 我亮出死亡证明 死亡证明都开了 怎么可能不确定 接着我掏出打火机 掀开了白布一脚 点火烧起了王晴的腿毛 你看 他火烧腿毛都没反应 这肯定是真的死了 火烧的疼痛感让麻醉中的王晴 都忍不住蜷缩了一下手指 刘琦立马冲过来 把我架开又盖好白布 小和死者为大 你怎么能这样对王晴的尸体呢 话音刚落 响亮的哭声突然传来 王晴我的乖女儿 你被和阳这个废物男人害得好惨啊 一进来 王母就扑到尸体旁边哭天枪地 王父则做事要扇我巴掌 我女儿是做了什么念 嫁给你这么个客气的丧门心 见我躲开了巴掌 王父怒气冲冲 挡在王晴的尸体面前叫嚣 按我们家的传统 王晴是要送回老家的风水宝地 完完整整涂藏的 谁都不许打我女儿尸体的主意 王母掀开白布 露出王晴画得惨白的脸 和阳你就是个人渣 我女儿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我一定要报警让你坐牢 我正气凛然地回应 爸 妈 如果你们报警 我一定会配合调查 绝不逃避 如果你们要涂藏 我也会全权负责 帮王晴安排一个盛大的涂藏仪式 我敢这么说 是因为我知道我压根没有王冠没气 看着王晴面无表情的脸 我也想到了他上一世的冷漠无情 那天在别墅区门口 看到光鲜亮丽的王晴后 我还以为自己是恶出了幻觉 我疯了一样扑过去 可一旁的刘琦却一脚踹开我 哪来的脏狗 离我老婆远点 我这才跟着认出刘琦 王晴 你 你不是早就火化了吗 刘琦 你失踪那么多年 我一直没找到你 你怎么 听到我喊出他们的名字 两个人扎相识一笑 喽 是何阳啊 这么多年你还没死呢 你为什么还要活着 我要是你我早就去死了 你照照镜子 自己不觉得自己恶心吗 那时我才知道 原来他俩早在我和王晴 新婚当天就勾搭上了 我痛苦地蜷缩在地上 哭得越凶 他俩越是兴奋 可我连复仇的机会都没有 因为就在同一天 王晴追随着我捡垃圾的脚步 开着豪车毫不犹豫地 将我撵成了肉腻 我回过神来 拿出手机就给所有亲朋好友群发信息 告知他们王晴死亡的消息 通知他们来参加告别仪式 我已经通知所有人王晴的死讯了 目的我也帮王晴加紧买了 等一下我们就帮王晴办告别仪式 让他漂漂亮亮地离开 众人正在震惊时 我一把拽开王母 再次扑到王晴身上 我感受着王晴仍在跳动的脉搏 扶到他的耳边低语 看到我没暗剧赶走 你一定很失望吧 既然你这么喜欢变成尸体 那我作为老公 就在满足你一次 你和何其的奸情还有阴谋 我全都知道了 但我不会告诉你原因 因为我要让你死不瞑目 只有我能感觉到 王晴在听到这些话后 心口有了剧烈的起伏 但是我挡在他的身边 没让任何人看到他的反应 火葬场员工刚被王晴赶走 殡葬馆的人又赶了过来 谁定的顶级鱼木棺材啊 都帮你准备好了 我们现在就上路吧 因为我的特意叮嘱 殡仪馆来了很多人 看到我的示意 他们一堆人涌进来 直接上手就推走了王晴的尸体 王晴王母和刘其刘婷 再怎么想阻挠 也敌不过病以管人多势众 他们不耐烦地替我 挡开了这些碍事的人 谁出钱谁说了算 再说你们是不是死者家属啊 让死者在状态还好的时候 办个体面的告别仪式 你们不该欣慰吗 于是四个人 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 把王晴搬进棺材 开始化妆 洒花 刘婷在车上还试图阻止 等办完告别仪式 就把王晴送回他父母家吧 按规矩 我打断刘婷 办完告别仪式就直接下葬了 我已经脱关系 花了三倍的钱 给王晴选了风水宝地 坑都已经挖好了 亲朋好友也都赶过去了 爸妈你们放心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四个人互相使着眼色 下车时 我看到他们围在一起 窃窃私语了一阵 我假装没看到他们 而是作为一个丈夫 跟着殡葬团忙前忙后 接受亲朋好友的慰问 见到参加仪式的百来号熟人 王父王母更加慌张 他们勉强装出了哀伤的表情 收着亲朋好友送的白包 进退两难 我则在棺材前 烧了一大盆纸钱和金元宝 假装抹眼泪 这么多钱你到了下面随便花 不够花的时候随时托梦给我 我还特意说 就让你爸妈来送你最后一程吧 王父王母瞬间变了脸色 你一定是做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 才这么急着让我女儿下葬 这俩老货又不能当场跳出来说 女儿还没死 只能往我身上泼脏水 我淡淡地说道 爸妈 亲朋好友都在 你们可不能随便胡说啊 王晴要是全下有志 也会不高兴得王母已经急得不行 不管不顾想去棺材里捞人 殡葬馆和负责下葬的工作人员都震惊了 哪有人在死者下葬时这么闹的 这也太破坏目的的清静了 你们这样击扰到其他人是会遭报应的 说着 他们指着远处的一片坟头 要王母肃静 亲朋好友见状也是纷纷上来推着王父 拉着王母 劝他俩别激动 你俩就好好送女儿最后一程 让他漂漂亮亮的下葬吧 推嗓间 王父王母颤颤巍巍的没站稳 一下子就踢翻了那一大盆燃烧中的纸钱 哗啦一声 烧得滚烫的纸钱不偏不倚 全翻到了王晴身上 在棺材里霹雳啪啦的直冒找火星子 榆木棺材顿时被这些火星子引燃 只一个眨眼的功夫 就让王晴被淹没在了凶猛的火海之中 王晴父母看王晴真的萤火烧身 顿时急得喊破了嗓子 我女儿 我女儿遭老罪了 旁边大家都被吓到也是纷纷之招 快快撒土灭火 然后盖上棺材板阻绝空气 王晴父母根本没有抢救王晴的余地 就被热心的众人挤走了 大家缠土的缠土 抬棺材板的棺材板 而被烧的面目扭曲的王晴 被盖在厚厚的泥土之下 失去了任何求救的可能性 等棺材板一盖上 工作人员又立刻围上来给棺材板敲钉子 刘琦一看棺材被盖死了 急得抓耳挠腮 我一声令下 工作人员拉动棺材 把他放进了坑里 同时他还想拼命把我拉走 何阳啊你今天深受打击 一定很累了 走哥们带你去休息休息 我知道刘琦想让大家都散了 然后再把王晴挖出来 看有没有就他的机会 我借力使力 开始跟刘琦拉拉扯扯 然后假装不小心 一下把刘琦也推进了坑里 哎呀兄弟 真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看着刘琦跌在棺材上 我一有所指的开玩笑 兄弟 我怎么感觉你比我还舍不得我老婆 刘琦一听 连滚带爬从土坑里爬出来 兄弟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就是想到嫂子平时对我也挺好的 我 我直接拿起一把铁锹递给刘琦 行 那你就也亲自送嫂子一程吧 埋完土 记得再多给你嫂子烧点纸前 刘琦急红了脸 可当着那么多人面也没办法 只能狠狠心 自暴自弃的开始往坑里缠土 王父王母闻言也是转头 想驱散亲朋好友 估计是急着想把王晴捞出来 我又假装我眼泪 挽留众人 想必大家都很心痛王晴的离开 平时你们也很喜欢他 希望大家可以留步 直至王晴的墓碑落成 咱再送送他亲朋好友们 也是纷纷擦眼泪 表示要亲眼看着王晴入土为安 王母看到自己无力回天 竟然是两眼一番直接昏了过去 王父抱住王母 那句话就在嘴边却说不出来 我女儿 我女儿她 她 话没说完 王父也捧着心脏痛苦地倒下 看来是几道心肌梗塞了 他们都很清楚 等这些土盖上 夹死的王晴就会变成真的窒息而死 估计就算不窒息 刚刚那场火 也把王晴烧得够呛了 就在此时 棺材里似乎传来隐隐约约的哭泣声 但因为棺材的密闭性实在太好 也只有在缠土的工作人员才能听到 他们焦头接耳的议论 要不是头顶上有大太阳 我还以为自己撞鬼了 这哭声也太神人了 想来此时王晴已经渐渐恢复了意识 可麻醉的后劲让他没力气 所以除了哭之外 他找不到任何其他求救的方法 我忍着偷笑 拍拍工作人员的肩 我老婆生前最喜欢唱歌了 没准是在地下开演唱会呢 说完 我往坑里又扔了一捧花 红着眼睛大喊 老婆你就安心去吧 我这辈子只爱你一个人 放心 我绝对不会再去的 无力阻止的刘琦扔下铁锹 惨白着脸跌坐在地 刘婷脸色也是无比难堪 此时王母被人狠掐人忠厚 终于醒了过来 看到棺材上已经盖上了厚厚一层土 王母跟个疯猴子一样爬过来 拽住我的裤腿 你这个杀人凶手 是因为煤气中毒死的 可是我仔细回忆过了 我今天早上出门前压根没进过厨房 所以我觉得王琴是死于煤气泄露 我没有任何对不起王琴的地方说完 我别有深意地看向刘婷 不过刘主任 我很好奇你怎么知道是我没关煤气 才导致王琴没气中毒的呢 难道王琴送到医院的时候还活着 是他亲口跟你说我没关煤气的吗 刘婷心虚地抽出嘴角 支支吾吾地答不上话 刘琦见状 连忙上来解围 何阳 你误会了 阿姨可能是接受不了自己女儿 就这么匆匆忙忙下葬 才会这么生气的王琴已经彻底失去理智了 她反手甩了刘琦一巴掌 你个废物东西 这点事都做不好 你们刘家人全是废物 就在大家对此莫名其妙的时候 王琴连滚带爬跳到坑里 阻止工作人员继续埋土 快把我女儿挖出来 快把她挖出来 她没死啊 你们怎么可以埋一个大活人呢 王琴的话让现场一片哗然 大家都觉得王琴疯了 我忍着笑 把王琴从坑里拽上来 妈 让王琴好好地去吧 别再打扰她了 这块风水宝地做过法 你这样乱来只会破坏这里的玄学 亲朋好友们也是纷纷上前把王琴拉走 工作人员怕出乱子 也是施责 没见过你们这么乱来的人都好好下葬了 还在这里捣乱 哪有你们这么当父母的七嘴八舌间 王琴被远远架开 而生怕惹火上身的刘婷 早就趁乱拉着刘琴一起溜之大吉了 王琴有苦难言 看到棺材被严严实实埋在土里 她直接口吐白沫 和王妇倒在地上 被送上了救护车 我也还要帮王琴做后事为由 一直留在墓地 等着墓碑落成 完成所有仪式才离开 这仪式终于满足了王琴的心愿 让她变成了一具真实体 但我并没有因此得以忘形 回到家后 我第一时间通过律师 拿着遗嘱调查了王琴的财务状况 一查才发现 王琴的确以公司名义借了几笔流动资金 公司没有盈利 一直是负债状态 可是上一世 王琴在假死后 明明过上了住别墅开好车的生活 我不再像之前那样 什么都不查 脑袋一热 就开始打工还钱 这次雇了个顶级会计团队 以接手公司的名义 深度查了公司的账 这才让我发现 原来王琴早就把几千万巨款 转移到海外了 在律师和会计的支招下 我将公司申请破产 能变卖的全部变卖 上一世出于愧疚 我把变卖后的钱 全都孝敬给了王琴父母 以至于让自己活得 人不人鬼不鬼 这次 最后一算 等还了全部欠款后 王琴还给我留下了两千多万 我把王琴的遗照挂在墙上 对着照片露出笑容 你对我真好 都要死了 还帮我攒了这么多养老钱 我会活得很好的 你要是全下有知的话 千万不要明目啊 看着账户里的钱 我美滋滋的给自己计划着 环球旅行 不过还没等我实施计划 我家的门被警察敲响了 一开门 王父王母就穷凶无极的指着我 警察同志 就是这个丧心病棚的杀人凶手 把我女儿给活埋了 一看两个老灯憔悴的样子 就知道这几天 他们为了忙活这事 已经心里焦脆了 我不慌不忙的 把警察请进来 又掏出刘廷开的死亡证明地过去 警察 我岳父岳母是因为 失去女儿过度悲伤 希望你们谅解 说着又挽住岳母 妈 王琴明明是因为 一氧化碳中毒去世的 你这胡言乱语 不是给警察添麻烦吗 王父凶狠的瞪着我 我女儿刚死 你就急着把她下葬 我女儿还指定了 你是她的唯一财产继承人 你还说你心里没鬼 我做出冤枉的表情 普通就跪下求饶 警察同志 我的各种行程 银行流水 网络记录 你们都可以随便查证 这些年我和王琴一直恩爱有加 钱也全都归她管 她偷偷立足的事我也不知道 不过我们感情这么好 这也不奇怪吧 警察把我扶起来 告诉王父王母 这些我们会进行正式调查的 但是目前看死亡证明的话 你女儿确实是因为煤气中毒死的 不可能是被和先生活埋的 我苦着脸叹气 爸 妈 我当时在葬礼现场就说了 你们要是觉得有问题 可以去解剖 那你们不是也没同意吗 火花也不让 下葬也有错 我总不能把王琴的尸体 放在家里 看着她腐烂吧 王母气劫 想冲上来打我 警察拦住她 告知他们 不过既然你们已经报案 认为王女士的死因有古怪 我们会走正常流程 对尸体进行尸检 老逼登的脸 刷一下通红 估计是没想到 不仅没能让警察带走我 还偷鸡不成十八米 他们赶忙跟警察解释 算了算了 就当我们没报过警 我女儿都入土为安了 别去动她的遗体了 可这回 轮到我不依不饶了 我一正言辞站出来 当场要求 我行的证 做得值我接受警方的任何调查 也同意对我的妻子王琴进行尸检 麻烦你们了 听我这么说 王母又要晕了 王府挥起拳头想揍我 不过有警察拦着 她什么都做不了 我当场签了字 一行人跟着去把王琴尸体挖了出来 纵使老灯再怎么拦着也于事无补 等我们闹到腾腾来了医院 刘婷一看着阵仗 也是当场要跪 你们 你们怎么把王琴尸体挖出来了 我立马拉住她 警察同志 这就是帮我妻子开死亡证明的刘主任 我不给刘婷任何逃脱的机会 还跟她说 岳父岳母依然认为 我是杀人凶手为了自证清白 加上他们报案了 所以现在他们要对王琴的尸体 进行尸检 刘婷文言猛的一动 接着脸色铁青的回头给了王母一巴掌 让你们安稳点安稳点 你们这特么是想害死我啊 王母哭哭啼啼的 王父也是有口难言 我假装不解的问 刘婷 你怎么能对王琴妈妈动手呢 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啊 刘婷愤恨的盯着我 想跑 却又被我拽住 也不知是不是王琴父母偷偷通知了刘琴 正在我们拉扯间 刘琴又事事赶到 他一来就想把姐姐拉走 还质问我 兄弟你怎么回事啊 老婆死了以后是不是疯了 天天闹那么大阵仗 生怕别人不知道 你忘关煤气 害死你老婆啊 你天天的 又是折腾老人家 还总拉着我姐 你到底想干嘛 我怂怂间 我不想干嘛啊 这不连你这个好兄弟 都说是我害死王琴的 那既然老人家报案了 咱就走刘城 资政一下青白北 眼看着刘琴要把刘婷带走 我指着他跟警察告状 警察同志 说到我妻子的死因可疑 我倒是想起来了 前两天我去注销我妻子的手机号 记录被我得意的 看着刘琴将在原地 只见刘琴善笑着转过来 也开始给我泼脏水 兄弟你这就不厚道了 你老婆理主把财产都留给你 他为你留了那么多钱 警察不怀疑你怀疑谁 我突然板起脸 大声质问刘琴 你怎么知道我老婆留了多少钱 我老婆公司一直是负债状态 你从哪打听到他有钱的 又是怎么知道 他给我留了多少钱 你对我老婆的情况 倒是很清楚吗 那天你也一直拦着我不让我给他下葬 你还说你心里没鬼 我越说刘琴越心虚 只是警察已经注意到刘琴姐弟 他们想跑也来不及了 四个人扭扭念念的跟到解剖室门口 我对着王琴的尸体大喊 老婆 你要是泉下有之 一定要还我一个清白啊 不管是谁害死你的 我都一定不会放过他们 喊完 我一一看向脸色煞白的四个恶人 刘婷眼见着已经快绷不住了 不停发抖 流汗 于是我故意给刘婷松途 试图让这些坏人从内部瓦解 刘婷 你跟我老婆应该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我老婆的死因有什么可疑 其实你可以说出来的 刘婷很清楚 一旦王琴的尸体进行尸检 他不是死于煤气中毒的时 就会立刻被揭露 而且他死前还注射了大剂量的麻醉 最后又是窒息而死 到时要是其他人一口咬定不知情 那刘婷百分百会被推出来当踢罪羊 我赌的就是人性 刘婷咬咬牙 一跺脚 突然对着警察大喊 警察同志 是我弟弟和王琴一家子承诺给我一百万 让我配合王琴假死的 我不知道最后会酿成这样的结果 我也不想的 我和王琴的死没有关系啊 他的父母和我弟弟才是害死他的罪魁祸首 喊完 他居然扑通往地上一跪 当着警察的面当场认凶 我满意地看着这个画面 这一把 我赌对了 王琴父母和刘琴惊讶地看着突然跳反的刘婷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刘婷估计是早就想好要为自己开脱了 他也留了一手 他当着警察的面掏出手机 这里有王琴父母和我弟弟 跟王琴一起合谋假死的录音 我全程没有参与 我所做的就是开了张甲的死亡证明和打麻醉 其他事情都和我没关系 我弟弟早就跟王琴搞在一起了 这次是想靠着假死惊蝉脱鞘 刘婷为了保住自己大义灭亲 警察我这算不算坦白从宽 戴罪立功 警察同志你们一定要好好调查这三个杀人凶手啊 说完他还反手指着我 还有这个何阳 如果不是他那天急着埋了王琴 王琴根本不会真的死 我故意让自己表现的双眼通红 我根本不知道王琴还活着 我埋葬我的爱妻有错吗 倒是你们 明知王琴只是打了麻醉 你们却还是眼睁睁看着王琴被埋进土里 但凡你们当场多说一句话 王琴就不会真的死 你们是真的太离谱太恶毒了 这和蓄意杀人没有任何区别 现场发生的一切都让警察高度重视 无论如何 王琴还是按程序进行了正式解剖 警察局里 警察严肃地说出了王琴真正的死因 死者没有任何吸入一氧化碳的痕迹 他真正的死因是窒息 现在你们所有人都要接受警方的调查 看到老灯和奸夫颓葬地被戴上手铐 我的心里无比畅快 果然 警察把我查了的嘴儿掉 都没查出我有任何杀气的嫌疑 反而是奸夫刘琴 和王琴有许多不清不楚的经济往来 也是他说动刘婷给王琴打麻醉 这些人的故意杀人罪是没跑了 刘琴在看守所还打电话给我 求我去见他 一见到我 他就跪下给我框框磕头 兄弟 是我对不住你 你能不能给我出去一个谅解书 一切都是王琴勾引我的 我冷漠地看着昔日的好兄弟 只送出一句祝福 祝你下半辈子死在牢里 然后赶紧滚到地狱去 亲眼看看我过得有多幸福 刘婷虽然揭发了他们 提供了关键证据 可是滥用职权等等的行为 也让他最后背叛了好几十年 王琴父母本身就活不了多久 在一厅以后得在监狱里养老 再加上本身有基础疾病 没做几个月牢就先后死了 而我 手捏巨款 合理的理财投资 每两年财富又得到了成倍增长 我砸了王琴的遗照 把家里所有和他有关的东西都烧了 离开了这种狠毒的女人 我相信我未来的人生 一定会一帆风顺 全文完